Hello 大家好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家庭的香味 我自己很喜歡點蠟燭 不知道你們喜歡不喜歡 點完蠟燭的感覺好像很Romantic 有氣氛 如果是香的話更好 可以整間屋都香 我之前說過一間公司 The Candle Company 我在blog分享過 連結在下面 那間公司做的蠟燭比較大眾化 無論是價錢或氣味 如果大家沒那麼多預算的話 絕對可以去看blog post 那間店是在中環的 但如果你想找一些比較luxurious的香味 但又不介意價錢比較貴一點的話 我今天都有三個推薦給你 第一顆想推薦的蠟燭就是這顆 就是之前我在敗家影片也說過 其實它的蠟燭真的很有趣 它寫著是大麻味 其實我要重新聲明 我不股窗大家去吸毒 只不過我看到蠟燭的蠟燭就買來試試 而且我覺得如果你能買的應該都不會犯法的 我個人覺得應該都不會犯法的 應該都不會中毒 其實這個品牌我都不太會毒 但是我嘗試一下 應該可能是Milang West 它有做Skin Care的 但它反而我沒什麼試 我看到這個蠟燭就割了我的眼睛 所以我就買來試試 我點完之後其實我很驚訝 因為它那種味道有點草味 但也不是草味 有少許其他氣味在一起 我覺得感覺都非常放鬆 而且都蠻好聞的 而且我點完之後整個廳都是這股味 它真的可以做到整個廳都分到這股味 所以我覺得我很驚訝 而且在我今天要說的Candles裡面 它都算是價錢最相宜 四百多元 但我不是每天要點 我是有心情才要點 所以其實這個品牌都應該長久了 所以我覺得都OK 但你不喜歡大麻味不要緊 它有其他氣味可以去嗅一下 看看你自己喜不喜歡 我會把價錢在哪裡買 我會放在下面 如果大家自己有興趣的話 絕對可以去看看 剛才說這顆是Made in USA 一個美國品牌 接下來說的是歐洲品牌 家中香粉怎麼可以沒有歐洲品牌呢 Made in France Deptique 為什麼我會認識這個品牌呢 因為我朋友在我生日的時候送了一個Home Diffuser給我 我做完之後覺得真的蠻香的 然後我就開始研究這個品牌 我發現原來有很多外國的Youtuber、Vlogger 都已經說過他們的Candles 我覺得有這麼多人說過 應該都是好東西來的 我就去看看香港有沒有店 香港是有的 在IFC 在IFC裡面有一間小小的店 我進去之後就... 出事了 對呀 因為我進去一些很香的地方都是不太行的 我都是會很乖地付錢然後就走了 其實我就買了四顆蠟燭 其實為什麼我買四顆這麼多呢 原因是我很少去中環 雖然我是說到人 但我也很少去中環 所以我覺得 反正都特意去了 那就不如買多幾顆吧 這個是此其一啦 第二樣東西就是 它不單止是可以就這樣點一顆蠟燭 它亦都可以有不同的Combination 譬如你這兩隻可以一起點 就會撒放另外一種不同的香味 我覺得如果我買四顆蠟燭 即是我散發到六種香味出來 有些不可以混在一起的 因為有些混在一起不是很好聞 所以它都會推薦一些香味可以混在一起給你 如果你打算兩顆一起點就可以散發一種特別一點的香味 所以我也覺得挺好的 買四顆有六種香味 都不錯的 所以我就買了四顆了 不如很快說一說吧 我本身來說 如果家裡的氣味 我自己是喜歡很清新的 一天到來聞到好像很乾淨的感覺 所以我買的蠟燭都是朝著這個方向 在Deptique那裡 我第一個叫了我的眼睛 它的字我真的不懂得讀 所以我不會再試 所以我會放它的名字在下面 大家有興趣的時候就可以自己去看 因為我不想讀錯別人的名字 不太好 這個就是這樣的 它跟我說每顆都可以點到好像15至16個小時 我覺得也絕對是OK的 這個我自己就很很很喜歡 為什麼呢 因為它是聞出來好像Lemongrass那種味道 對 好像去了泰國一樣 很清新 如果你真的很喜歡Lemongrass那種味道 我又絕對推介這個 因為聞出來你聞到都已經很開心很喜歡 我覺得香味是一種很特別的東西 如果你聞到某一種香味的時候 會帶你去某一些回憶 或者會令到你的情緒可能會放鬆 所以我覺得都是一種好的投資 如果你喜歡Lemongrass 你真的可以買這個 第二顆我就買了這顆 其實你問我呢 我覺得它單獨點的時候 帶有一點甜味的 我自己就不是很喜歡家裡甜的那種感覺 所以我就未必會就這樣點這顆 但是那個女生呢 將這兩個combine 就是剛才有Lemongrass 將這兩個combine在一起的時候 那種感覺就帶有一點清新 好像你去了花園那裡 有一點甜味 但是那種清新就蓋過了那些甜味 那我覺得這個味道都很特別 因為在市面上我就找不到類似的氣味 而且又可以單獨點 又可以搭配一起點 我覺得很有趣 所以我覺得都很推薦 如果你又是這樣聞 如果你自己想買這顆的時候 你聞了有Like的話 你又想買多顆 我覺得你不妨叫它可以推薦其他給你 或者你甚至叫它可以給這顆一起聞 那你看看你的味道你自己喜不喜歡 如果你喜歡的話 這個也是一個好的選擇 其實我覺得Depteak的蠟燭 都是很值得投資的 因為我點了兩萬之後 我都真的超驚訝 有時候在街上買的蠟燭 好像點完好像沒有點 那種味是點了一下很厲害 之後就沒有了味 但是Depteak的蠟燭都不會的 因為我點了那麼久 我都是聞到那種味 還有整個廳都是分到那種味 所以我都是覺得很驚訝 我覺得買蠟燭 你一定要買一些 是可以把你家都變成那種氣味 才是值得 要不然你買那些 cheap cheap的蠟燭 其實就 create不到那個效果 純粹就是點了來美了 最後兩顆Depteak的蠟燭的分享 就是這兩個 一個就是我爆喜歡的Jasmine味 另外一個就是它們的Menthal味 其實它們的Menthal味都很好聞 對,很清的那種味 所以我覺得都很新鮮 你想想走進屋點完之後 你那天很累 然後你聞到那些很新鮮的味 很醒神的 這個就是Jasmine 一種花香的味道 我自己本身就很喜歡Jasmine 再加上這兩個原來又可以一起的 所以聞出來的那種味道又是很特別 我自己都不懂得形容 你一定要去聞一下才有那種感覺 知道我在說什麼 這個絕對是可以單釘點 這陣味就是很新鮮 或者你想浪漫一點就可以點個花味 但是如果你說那天的心情 在兩腳的中間 這兩個可以一起點 講蠟燭怎麼會沒有 Jo Malone 怎麼會沒有呢 這兩顆就是我昨晚手掛回來的 最後戰利品 關於蠟燭 不買 因為真的很貴 但是我想我買了這麼多顆 都有排點 應該可以last me half a year 因為我不是經常點 我那天有心情才會點 所以都是絕對值得的 因為之後不用再買了 至少這半年 我買了兩顆 先講這顆 這顆的包裝是這樣的 其實你買Jo Malone的蠟燭 包裝是這樣的 旁邊有一條膠紙 上面有個蝴蝶 還有一個蓋子 還有一個蓋子 這個是他們的Sunday Collection 它們Sunday Collection裡面有四顆蠟燭 我聞過四顆蠟燭之後 我決定我買最後一顆 就是這顆 incense and embers 那就是什麼味道呢 就是好像你在Sunday 即是星期日 你想像一下你在外國 坐在火場前面 看看書 喝茶 沒什麼做 很悠閒 那種感覺 就是那種火場的味道 有一點點incense的味道 再加上少許Woodie的味道 我自己聞起來就覺得很特別 真的很像坐在火場前面那種味道 所以我就買了這顆 因為它另外有些我覺得有點甜 所以我就沒有買 它第一顆好像是Lavender 第二顆我就忘記了 第三顆就是Macaroon的味道 你知道Macaroon都很甜 就不適合我 第四顆就是這個味道 我就買了第四顆 我覺得是絕對OK的 因為是真的很放鬆 而且好像在外國坐在火場前面 什麼都沒有做 那種遊閒感 所以我自己就很喜歡 跟著Joel Malone那些 都是可以混合的 死不死 因為它一混合就大件事 因為就是叫你買多點 我買了他們的signature scent 就是Lime Basil & Mandarine 這個呢 又是那些沒有的fresh的味道 其實它這個signature就最好買 是它們主打的signature 我昨天在Liencarvan買了最後一顆 因為又斷了 所以我是很impress 因為我買到 另外就是這兩顆呢 也都可以加在一起 去做另外一種味道 那種味道就比較 Woodie的 但清新一點 因為這個是Woodie 這個是清新的 所以兩種味道混合之後 不熟得來還是很清 所以我自己都很喜歡 那我昨晚點了Joel Malone的蠟燭 好興奮 一定要馬上點 非常之香 又是非常之long lasting 那種味道 亦都可以分到你整個廳 都是那種味道 所以變了 都是超impressed 所以馬上今天就推介給大家了 好了 講完今期敗家的蠟燭 以及有什麼推介之後 其實點蠟燭也有小提示 其實就是一些女生教我 首先你點蠟燭 你一定要點到它的第一層 就是要溶掉 如果不是你點到它旁邊沒有溶到的話 它下次你點的時候 它就會直落 就會燒不到旁邊那裡 所以你就會浪費了蠟燭 因為旁邊的位置沒有溶到 這個是第一 第二 就是你點完一次之後再點 好像我這個 例如我點完一次之後 再點 再點的時候 就要剪這個位置出來 留一點點就可以了 如果不是你留這麼大條 好像藥印在這裡 你再點的時候就會沒有黑煙 這樣會沒有了一陣黑煙 才會正常的 所以你不想沒有黑煙 所以你就是先剪了頭 然後留一點點就可以了 變了蠟燭就會更耐 好 這麼快又分享完畢了 今天這個分享 跟平常的分享有點不同 是 more spiritual more香味的分享 希望大家都喜歡看 下次再說 拜拜